教大家怎麼 然後我是教女生 怎麼樣協助男生 還有男生自己 的時候要注意哪些點 男生應該自己很清楚吧 沒有 其實很多男生是不了解的 他們都是亂看片 然後自己亂學 聶雲哥你知道怎麼 我有聽過人家 形容過這個動作 這個還需要教嗎 對啊 這男生自己知道吧 沒有...包括力道 那歐舉例 之前像有人就直接跟我分享說 他之前第一次 他不知道人家在幹嘛 他就亂學 他沒有潤滑液 他拿那個凡士林 你們知道凡士林 那種... 他就覺得反正這個東西 應該是健康的 然後他就套了之後 然後外面用 他就自己打 然後就受傷 我說當然不能這樣 就是其實很多人對於 性愛的嘗試是非常... 不理解 用保鮮膜 不是用手就好了 他想要 訪問你保險套的感覺 因為他是宅男 對 他沒有教過 他誤以為就連 都要用保險套 對 然後因為他又沒有 他不會去買啊 他宅男嘛 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個保鮮膜 廚房那種 然後直接套一層 然後自己在那邊弄 那一定傷到啦 會 因為反而會摩擦增加 然後還有第二支就是 近期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題材是 就是因為其實女生 不是很常會收到 對 差 但其實我發現男生 女生常常會收到 失信... 我是不會回去 IG有的時候 會有人莫名的樣子送給你 真的... 對 你們有收到奶罩嗎 也有很多男... 男生 男生會收到女生 給奶罩或下體啊 那我覺得都是詐騙的 我就... 沒有... 女生給奶罩是要 就是對 看妳看得會怎麼樣 對 然後因為我就覺得說 其實很多男生是不理解 這樣是侵犯到女生的 而且甚至他們會覺得 你們公眾人物 你們就是應該要收到這些 所以我那一次 我就找了一堆老司機們 就是女生 然後可能性經驗豐富 或是看得比較多這樣 然後我就請他們一起來評比 三十張 然後我們依照 就是各方面去 很認真的評分 是認真的 然後包括... 包括色系啊 對 然後一看就 這個沒有清潔 這個毛要剪斷 然後最後面 我們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女生收到 是不會想要的 所以拜託大家 不要亂送了 但其實我後來發現 私訊我的男生 有那種國小的 的... 對 他跟我說... 他擔心他自己不夠差 我說其實不應該擔心這些 就是我會很認真的去開導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其實我拍這樣的影片有好處 就是一些比較年紀輕的男女生 他們對於這方面不了解 會問我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講正確 應該要怎麼樣 包括避孕等等的 所以妳現在有帶教學的話 就OK啦 今天晚上十一點 買影片線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